我们来谈一谈登陆之后的要注意的事项 登陆加拿大 我觉得我们也走路一些弯路是什么 登陆加拿大之后 没觉得呀 一件事我觉得 就是买车买得有点晚 你根本就没有驾照 你怎么买车 对啊 所以说 那些注意事项 国内最好是 写好驾照再过来 对不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 因为 学好驾照再过来 过来第一件事 不管你有多穷 是不是 不管你有多穷 不会穷的 不管人不会穷的 不管你有多么经济上 坐进见走吧 一定要把驾照学的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出行 这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我们就有点晚 隔了两年才学得过来 因为当时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其实有必要的 你驾照 你首先第一点 就是你的驾照时间越长 你的保险越便宜 所以说 你越早拿到驾照 你的保险就越便宜 这是首先第一点 驾照 第二点 找工作 行不行啊 找工作 我在这边找工作的 我觉得唯一有用的途径 感觉就是 Linkedin 不是唯一啦 唯一二 Linkedin比较很有用 我这里工作大部分都是Linkedin的 一定要制裁一个Linkedin 把这个简历放上去 还有就是推荐 猎头推荐 猎头也其实也蛮有用的 你把你的眼力发到猎头上面 他们 猎头就是 招聘的 他们因为他们有用的 因为他们比较上心 你找到工作 他们都会拿一部分的用金 所以说这种也比较好 还有什么 找工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长期的过程 所以说最好还是在夏天 夏天登陆 或者春天 你会有一个夏天或秋天找工作 冬天就不要找工作了 不说不要太冷了 懒得 我就懒得冻 除非你住在地铁旁边 都是找工作对不对 还有租房子 如果你没有驾站的话 就住在地铁边比较近的地方 有驾站嘛 就住一个 其实就可以比较灵活了 住得远一点 无所谓 所以说有驾站还是蛮好的 我记得我刚才找了第一份工作 去了一个地方 我感觉好远 又坐地铁 又转公交 我现在有车之后 我发现开车十五分钟就到了 是吧 这就是有车和没有车的区别 还有什么 替我想一想 登陆准备工作 尽量的安排好在村下登陆 冬天的时候太冷了 冬天的时候是不大熟了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非得11月登陆 感觉捞冷了 不是为什么非得11月登陆 而且你拿到的时候都已经10月份了 对拿到签证的时候 你还在准备呢 就10月份 然后他就几个月留下 七把那个签证 六个月 啊 过来说实话 也可以等个年活动 太着急了 不要着急 人生嘛 就是 你找你说不找 再说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过来也找工作了 工作了 过来一个好处 就是你提前提前来一年 有个有一个好处 即使你即便你是11月份来的 或者12月份 12月37号来的 只要你登陆了 就会你就会有一个 加拿大有一个政策 就叫免税账户 你来一年 那一年来的 你就给你5000块 5000额度的免税 免税额度 这个免税账户 我可以跟大家再稍后再讨论一下 你可以 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在网上 免税账户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种类型的账户里面 你可以存一些钱 这个钱产生的利息 是不交税的 然后 这个比较好 你提前来 即便是提前来一天 你也12月31号来 你也会得到全年的免税额度 但你如果1月1号来了 你就去年的免税额度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来了已经有8年了 每年 积累5000左右的免税额度 现在我们的免税账户上 应该有5万左右 是不是 所以说理论上说 可以存5万现金进去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所以说免税 刚来的时候你会办理很多银行账户 这种都是个比较有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个是免税账户 叫TFSA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RRSP 或者简称为RSP 叫做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就是退休账户 退休账户和免税账户有什么区别呢 退休账户是说当年你现在存的钱 是现今年不交税 但是你提取的时候会交税 所以说一般人就是收入比较高的 会把当年存的钱放一部分到里面 会省一点税 所以当年不交税 但是你以后取会交税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是你把钱囤在里面 当年囤的钱 你赚的钱囤在里面 但是这个钱当年得交税 但是这里面这个账户产生的收益 是不交税的 而且是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取 都是不交税的 看这个 这两种账户其实是这样 区别还是有的 其实刚才说我也搞美买 现在才搞美买 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找工作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RRSP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点赞 评论 谢谢 明明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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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